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们家我是唯一的一个女孩 我们其他叔伯生的都是儿子 所以爷爷奶奶对我很宠爱 我每一年的压岁钱都会比其他哥哥弟弟的多 不过我父母对我很严厉 在学习上对我要求很严格 在他们的催促下 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保持得很好 后来我考上了一所985大学 就在大学里认识了我的老公 我老公跟我是同一专业的 但是我们差距很大 他是他们省当年的高考状元 成绩在我们专业也是排名第一 而我只能算是中等水平 我们不是同一个班 所以平时是没有什么交集的 但是在一次联谊活动上 我们认识了 其实我以前就听说过他 只不过了解不深 仅仅知道他的成绩很好 很受老师的重视 在那次联谊活动上 我们加了彼此的联系方式 其实我一开始并没有在意 因为很多人都加了我的联系方式 后来还是老公主动找我聊天 一来二去我们就熟悉了 有时候我们一起相约去饭堂 有时候我们也一起去图书馆学习 就是因为这样的朝夕相处 所以我们之间的感情有了质的改变 我觉得我已经不能把他当做同学朋友了 他在我心里占据了一定的地位 可是我并不想主动 从小我的父母就告诉我 女生不能太过主动 不然可是要吃亏的 所以我一直在等他跟我表白 好在他也没有让我等多久 我们认识大概七个多月后 他就向我表白了 就这样我们走到了一级 其实谈恋爱的时候我真的很开心 因为他世事为我着想 我觉得除了我的家人 他是对我最好的那个人 而且他还经常给我补习 有了他的帮助 我的学习进步非常的大 同学们都很羡慕我 因为他们觉得我的男朋友实在太好 其实我也有这种感觉 所以我很珍惜他 但是当我跟他回家见他的父母时 他的父母却对我没有那么热情 反正结婚以后 我们肯定是要搬出来自己过 所以我没有在意他们父母的态度 结婚的时候 家里给我准备一套陪嫁房 我父母拿出了他们这一辈子的大部分积蓄 而且我的爷爷奶奶也补贴了一点 加起来一共是一百万 给我付了首付买下了一套房 作为我的陪嫁房 结婚后 我跟我老公就搬去了那套房子 我以为我们终于能过自己的小日子了 可是结婚没几天 小叔子就搬来了我们家 还说以后要在我们家过日子 当时我就很不解 这是我的家 小叔子凭什么不经过我同意就搬过来 我虽然没有赶他 但是我私底下跟老公说了这件事 没想到老公却说 他是我的弟弟 现在也刚出来工作 还买不起房子 租房又太贵 反正我们家里的房间也住不晚 让他住进来也没关系 一家人不要计较那么多 即便心里不舒服 但是我也没有继续说了 因为我不想让老公觉得 我是一个小毒鸡肠的女人 没想到就因为我的大方 让我接下来的生活 过得很不舒服 既然老公说我们是一家人 所以我也是真心拿小叔子当家人的 平时我给老公买衣服的时候 也会给小叔子买一点 但是每次给小叔子的时候 他都是直接接过去 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说 家里的活他也从来没有帮忙做过 每次都是等着我伺候 有一次我下班比较迟 就打电话跟小叔子说 让他先煮好饭 买一下菜 等我回家就可以直接炒菜了 这样不用耽误那么久 我说完之后 小叔子回了一声好 就挂掉了电话 可是等我回家的时候 家里的饭没有煮 菜也没有买 而小叔子就躺在沙发上玩手机 看到这种场面 我真的火冒三丈 当我质问小叔子的时候 小叔子跟我说 我这招欧戏呢 哪能半途而飞 不然下次我队友就不跟我一起玩了 晚饭什么时候吃不行 反正我还不太饿 实在太晚就打个外卖 我听了真的挺生气的 如果不愿意做 那我打电话的时候 就不应该答应我 答应了又做不到 确实挺让人心烦的 那天晚上 我没有管他们哥俩 我直接去外面的饭馆 解决了自己的晚餐 小叔子虽然有工作 但是他的那个工作很轻松 也没有什么大的发展前途 每个月的工资也就三千多 而小叔子花钱也大手大脚的 所以那点工资根本不够花 每个月月中 他就开始问我老公要钱 我老公每次都会给 一个月加起来 也会给个两三千 再加上他要给公婆生活费 还有他自己的开销 已经所剩无几了 家里的开销都是让我负责 房贷是我还 生活费也是我出 我感觉自己真的很累 本来以为结了婚就有了依靠 可是结婚后 我才发现婚姻生活太累人了 我时常怀念 以前没结婚的时光 去年小叔子要结婚了 当时我是真的很开心 因为小叔子结婚之后 肯定不会再跟我们一起住了 突然有一天 小叔子找上我 他跟我说 大嫂 我女朋友说要买婚房 才愿意嫁给我 不过 我现在还没有能力买的戏房 希望你能先把你这套陪嫁房 借给我用 到时候我就告诉我女朋友 是我买的 等我们结婚之后 我再还给你 想要婚房 那就要靠自己的能力买 陪嫁房哪有借给人的道理 虽说小叔子是借 但一旦我借出去了 以后肯定就说不回来了 再说女方又不傻 如果房产证上不是小叔子的名字 那他们肯定会知道 所以说如果我要借给小叔子 那就必须把房子过户给他 对方才可能愿意结婚 可是一旦我过户了 那这套房子肯定就不属于我了 所以我第一反应就是拒绝 可谁知老公一直在旁边帮枪 让我把陪嫁房借给小叔子 而且还在明里暗里地威胁我 看到这一幕 我的心彻底凉了 我跟他结婚也有好几年了 这几年一直都是我一个女人 把家里撑了起来 这我也就不说了 关键是老公 从来没有把我当家人 每次我跟小叔子有矛盾的时候 他都会站在小叔子那边 从来没有帮过我 这样的男人 根本不是一个值得托付的 所以我做了一个很艰难的决定 那就是离婚 想清楚之后 我对小叔子说 我不是你哥 不惯着你 而且我给你哥马上就要离婚 你想要婚房 那就找下个嫂子要吧 老公听我这么说 觉得我很不给他面子 所以也生了气 所以当天就和我离了婚 而且还和小叔子 回了自己的父母家 当时他以为我只是说气话 等过几天我气消了 就会求他复婚 过了几天之后 他就回来找我了 可是 我早已把大门的锁给换了 他打不开之后才知道着急 不过 我已经做了选择 就算他再忏悔 我也不可能会和他复婚 无论男女 我们都要明白一个道理 那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小家 放在首位 因为伴侣 才是陪伴你最久的人 未来的人生 你们需要相互包容 相互照顾 如果一直不把自己的伴侣 当成自家人 那时间久了之后 对方肯定会寒心 这种情况下 你们的婚姻 肯定是走不长久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